真正的勇者,该前进时就绝不退缩,该退后时也绝不鲁莽,真正有胆有识的人,该出手时绝对不能退缩,不能有半点畏惧之心,他们总是那么镇静,淡定和镇静不但为世人所追求,也是佛门修炼的一门心法,只是他们善用佛法表达。 我曾对世人说过,遇事只一味镇定从容,虽分若乱私,终当就绪,待人无伴豪角伪欺诈,纵角如山鬼,一字献成,有一年的年景特别不好,有良知的人都在向方设法筹集资金救济穷苦之人,佛教界的人士也想做些善事, 以感谢平日礼乡亲们的相助,于是请了戏班,希望募捐一些钱,演出当日,他们还请了附近寺院里的僧人,在这些僧众中,有一个雪僧刚入道没有多久, 他觉得僧人是不该看这些东西的,本不想去,但是住持要求所有人都得出席,他只能勉强跟着去了。 在节目表演时,他仅闭着眼睛,正惊微作,似乎周围的一切都根本不存在。 表演中途,佛教界的代表出来招呼观众募捐,这位雪僧站出来反对说, 我进来后就一直闭着眼睛,根本不知道在演些什么,所以没有必要捐助。 代表一听乐呵呵地说,如果是这样的话,你应该比别人多捐一倍才行。 雪僧不解地问,这是为什么呢? 代表解释说,别以为你不看不闻就无视了,主要的是心动没有,你没有看表演,但是听到人们的嬉笑,你一定会猜测。 所以你在心里看了,想了,能够骗人的不只是眼睛,耳朵,嘴巴,还有心,而且眼睛,嘴巴,耳朵只能骗你一时,但是心却会骗你一辈子。 所以无论何时,我们都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污点,不欺骗自己,无论何时何地。 内心的镇静才是真正的淡定,一件事情是否流于形式,只有自己的心知道。 水绕山而行与海而入,遇到分水岭就分流开来,遇到汇河口就汇聚一处。 他的不顾值,他的筋骨柔顺让他川流不息,永远充满生机。 我在讲到随缘而变时,就非常赞同佛眼禅师对于随缘的解释。 抱缘虚幻不可强违,服饰几何随家封建,苦乐逆顺倒在其中,动静寒温,自愧自毁。 他向大众解释道,抱质身体,原指这一生遭遇的环境。 我们这一生的境遇,全是虚幻不实的。 觉悟的人生活随缘就自在了。 不觉悟的人造作强违,以自己的心意为所欲为就是造业。 虚幻的世间无常,人命苦短,祖师们嘱咐我们随家庭之封建,安分度日。 无论苦乐顺逆,均属三十因果,觉悟之人心中清楚。 在日常生活中,心清静不动,佛弟子大家业尊者修苦行。 心地清静,智慧圆满,善财童子生于富贵家庭。 心中亦如如不动,不为环境所转。 此之味道在其中,倒是觉悟的心。 在生活与环境变化之中,被环境所转而不能觉悟就应当忏悔。 自己努力悔过,一切随时,随性,随悲喜才是心性通达的最高境界。 寺院的地面到处盖满了枯黄的小草,小和尚觉得很难看。 于是对师父说,我们重新种些草吧。 师父回答道,不急,随时。 终于到了播种的季节,老和尚和小和尚开始忙碌着种草。 不好了,师父。 好多种子都被吹走了。 小和尚惊恐地喊道,老和尚笑了笑说, 没关系,吹走的大部分都是空的。 就算是撒在泥土中也不会发芽的。 一切随性。 这时候飞过几只小鸟着食草莉,真要命,师父。 草子都被鸟吃了。 小和尚急得直跺脚,老和尚依然笑呵呵地说, 没关系的,草莉多着呢,吃不完的。 一切随遇。 半夜时分,一阵暴雨铺天盖地倾泻而下。 第二天一早,小和尚惊叫道, 师父这下课全完了。 草子基本上都被大雨冲走了。 老和尚走过来,缓缓地说道, 冲到哪儿就在哪儿发芽。 一切随缘。 一个星期之后, 原本光秃秃的地面上居然尝出了许多清脆的草苗。 一些原来没播种的角落, 也泛出了点点绿意。 小和尚高兴地拍手欢呼。 师父看到后说, 随喜为人处事之道就是不要刻意地去强求, 去改变任何人或者物。 正所谓欲试强求, 屠伤感情。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中, 而是要顺其自然。 不抱怨, 不躁尽, 不强求, 不悲观, 不慌乱, 不忘形。 这是一种大觉悟。 只有心性矿达才能以柔克刚, 以至圣勇人生才能顺畅圆满, 怨起于心结于心。 所以当了于心, 以一颗宁静的心去面对一切惹人烦恼的事儿, 以一种低姿态与那些惹你烦恼的人擦身而过。 抬手相让只为求一份简单。 不要沉迷于那些繁杂的小侍儿, 而忘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 不要迷失了一路走来的方向。 我教会诗人时讲过, 称是三毒之根, 烦恼起于称心, 起了称心必与众生结怨。 平时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常犯此病, 必须身自悔则。 为什么自己智慧不开? 功夫不得力没有进步。 其主要原因即是贪嗔痴未断。 除上述教会外, 大师在给善友们讲经说佛时也曾提到, 华言经是佛对法身大师所说, 菩萨立志存心是自渡和渡他, 如还有称心结怨于人, 则自渡和渡他的目标就达不到了。 对于多称的人, 佛菩萨在想, 此人欲求菩提, 为什么还会生称心与人结怨? 这与他的心愿恰恰颠倒。 有称心即不能断烦恼, 也不能解脱得自在。 有一个小和尚最近感觉异常苦恼, 因为他觉得师兄师弟们老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, 所以即使是在念经的时候内心也烦躁不安。 终于小和尚无法忍受这种痛苦, 来向师父哭诉。 师父师兄师弟们常常说我的坏话中伤我, 不论我走到哪里, 都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, 这让我无比羞愧。 师父双目微臂轻轻地说, 是你自己说别人的坏话, 为什么来给师兄师弟呢? 小和尚一听极了, 跺着脚说道, 师父我没有说别人的坏话, 是他们胡乱猜忌, 小和尚不服气, 不是他们胡乱猜忌, 是你自己胡乱猜忌, 他们无中生有, 不是他们无中生有, 是你自己无中生有。 师父为什么这么说, 我管的都是自己的事啊, 说坏话乱猜忌管闲事, 那是他们的事就让他们说去, 与你何干? 你不好好念经领会佛法, 老想着他们说坏话, 不是你在说坏话吗? 老说他们乱猜忌, 不是你在乱猜忌吗? 老说他们管闲事, 不是你在管闲事吗? 小和尚毛色顿开,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, 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称心未断, 凡人要断称心, 就要保持淡定, 走自己的路, 做自己的事心如止水, 以不动制摆动保持沉默, 再大的毁谤和重伤都会不攻自破, 趁心不起心灵就不会迷失, 这是大智慧, 如果心念被打扰, 就像石块落入水中, 必然引起内心的层层波澜, 当人被迷了心窍, 一切纷扰就会分至他来, 修行人大忌说人长短是非, 乃至一切事是非干己者, 我在对善友说法的时候, 也曾提到口不可说, 心不可思, 但口说心死, 便是魅了自己, 若专练心, 长思计过, 哪得功夫管他家屋里是, 粉身碎骨, 为心莫动, 收拾自心如一尊木雕圣像坐在堂中, 终日无人亦如此, 翻盖簇拥香花供养亦如此, 赞叹亦如此, 毁谤亦如此, 修行人对于自己不相干的事不要去听, 也不要打听, 不必想知道, 古人说, 知事少时烦恼少, 识人多时是非多, 凡事对于清静心有妨碍者, 都要远离, 反之心就迷了, 口舌是非弱气于别人, 大多时候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, 如果口舌是非起于身边的至亲至爱, 有时候我们将无法抵挡, 那么听信口舌之后的恶果也只能自己承受, 来看看这样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口舌迷惑吧, 一天早上, 佛陀与弟子们前往皮射离城, 途中经过离岳河畔时, 发现有一艘鱼船捕到一条大鱼, 数百名渔民们费尽力气才将大鱼拉上来, 但是当大家看到鱼时, 不禁目瞪口呆, 这条鱼身上竟然长了上百个头, 有的像驴, 有的像马, 有的像骆驼, 有的像狐, 有的像狼, 有的像猿猴, 有的像狐狸, 叫得出名字的从未见过的一英俱全, 就在众人错愕惊慌之时, 佛陀安详地走到百头鱼身边, 询问了三次, 你是家皮犁吗? 鱼皆答事, 佛陀又问, 当初教养你的人, 现在在什么地方呢? 鱼说他已经堕入阿比地狱经受苦难, 听到百头鱼竟然会说话, 众人更加疑惑, 于是请求佛陀详解鱼的来历, 原来在嘉业佛时代, 有一位婆罗门老来得子, 起名叫嘉皮犁, 嘉皮犁非常聪明好学, 从小到大都表现得非常出色, 从不曾让父母失望, 后来年迈的婆罗门过世了, 嘉皮犁与年老的母亲一起生活, 一次母亲问嘉皮犁, 孩子啊, 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吧? 嘉皮犁诚实地回答, 不母亲, 嘉业佛的智慧非常广大, 不是我能比得上的, 任何人有疑问去请教他, 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, 可是我却有许多问题答不出来, 因此总是会有人嘲笑我, 对儿子寄予厚望的母亲说, 那么你何不去学佛法呢? 这样你就不会输给他了。 嘉皮犁又诚实地说, 母亲您不明白, 一切佛法以恭敬为本, 为成无上大道, 必须发恭敬心出家, 上求佛道下话众生, 才能真正体悟佛法的深意。 听到此话, 母亲有些犹豫了, 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, 怎么舍得让他出家呢? 但他又实在想让儿子成为全天下最聪明的人, 于是说道好, 我就让你去出家学佛, 可是我们约定在先, 一旦学成了, 你就要赶快回来孝顺我。 单纯诚实的嘉皮犁进入了僧团, 开始研读佛法, 以他的聪明才智, 很快就了解了经典的道理。 每隔一段时间, 他的母亲就会去探望他, 并满心期待地问, 孩子啊, 你现在学得怎么样了? 可以胜过家业佛了吧? 可是诚实的嘉皮犁一次又一次摇头, 终于有一天, 失望的母亲忍不住对儿子说, 我教你一个可以成为最聪明人的方法, 听着以后只要有人说法胜过你, 你就用不懈的口气回骂他, 你们真是太愚痴了, 没见识比诸头还不如, 这样就没有人敢再说下去, 也没人再敢讥笑你了, 你就是最聪明的人了。 诚实天真的嘉皮犁受到母亲的诱惑, 加之想到自己如此努力, 还是不能赶上嘉业佛, 心里不免急躁了起来, 从此他真的开始用骂人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不足, 来回激别人的嘲笑,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, 原本纯真, 诚实, 善良的嘉皮犁, 变得越来越傲慢, 越来越口饿, 他用他能想到的一切动物来骂人, 甚至用这些来侮辱圣者, 最终嘉皮犁招感多为水族的恶果, 身上藏满了百余科畜圣头, 而他的母亲也下了地狱, 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, 聪明才智虽然可以带来荣耀, 但是却无法克制恶念对任性的侵蚀, 千万不要轻信那些可以使自己变得堕落的秘方, 相反要时常反省, 化度自新的迷惑, 我曾启示大众在生活中开悟自己, 在日常生活中常发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, 悟了才能改过自新, 自己有过失而自己不知道, 有人说我的过失, 若是修行人马上向此人恭敬鼎礼, 迷惑的人听了, 马上就发脾气, 身是假的, 心是真的, 身比做佛堂, 心比做佛像, 心不可动, 一个人独处也是如此, 在热闹场面心仍不动, 赞叹毁谤亦不放在心里, 心永远是定的, 心中无事就不夹杂, 静念相继就不间断, 万念起于内心, 又消除于内心, 一念生而烦恼自来, 想要消除烦恼, 必须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智清醒, 我曾点化善友, 夜时未消, 三昧未成, 纵谈理性, 终成华饼, 出击同修, 尤其对于知识分子, 这是当头一棒, 学佛人粗心大意者多, 心思细密者少, 四红事怨谁都会念, 不但教我们如何发心, 连修学的程序都给我们说出来了, 首先要发大愿, 众生无边誓愿度, 给予佛的心愿合一, 烦恼无尽誓愿断, 夜时未消是烦恼未断, 三昧未成是心不清净, 此刻不能学法门, 要等三昧成就再学法门, 现代人前面两项不要了, 先有法门无量誓愿学胎使, 如同盖楼房, 一楼二楼都不要, 只盖第三层, 大错特错, 光阴都虚耗了, 我建议各位在这一生先修前两条,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, 见到阿弥陀佛在学后编两条, 把时间精力都放在咫尺名号上, 念到一心不乱, 烦恼就没有了, 有一个愚笨之人, 一直过着贫穷的日子, 一天大雨淋塌了他家的院墙, 在整理废墟时, 他从墙里挖出了一罐金子, 从此告别了贫苦的日子, 生活境遇虽然改变了, 可是他的愚笨却并没因此而得到改善, 这使得他非常的苦闷, 于是决定找当地的高僧帮忙, 愚笨之人来到寺院问禅师, 我怎样做才能变得聪明呢? 禅师回答道, 方法其实很简单, 用你的钱去买别人的智慧就可以了, 听了禅师的话后, 愚笨之人来到了城里, 希望可以碰到一个有智慧的人, 恰巧有一个僧人从他身边经过, 于是他叫住僧人说, 大师你能把你的智慧卖给我吗? 僧人答道, 当然可以, 不过我的智慧很贵, 一句话一千两银子, 愚笨之人回答道, 只要能买到智慧我愿意, 于是僧人对他说, 其实得到智慧的方法很简单, 只要你在遇到困难后, 能够静下心来, 向前走三步, 然后再向后退三步, 如此反复三次就可以了, 愚笨之人用怀疑的口吻问, 智慧难道真的就这么简单吗? 僧人微笑着说, 施主还是先回去吧, 等到你觉得我的话不假实, 再来找我付钱吧。 愚笨之人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, 进门之后, 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居然和另一个人睡在一起, 于是怒从心声, 到厨房拿起菜刀想将他们都杀死, 可是到了房间门口, 他突然想起了僧人的话, 于是向前走了三步, 然后再向后退三步, 如此反复了三次, 他的走动惊醒了屋中沉睡的人, 于是屋里有人问, 儿啊你在干什么呢? 深更半夜的, 愚笨之人一听, 原来是自己的母亲,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, 暗自庆幸道, 若不是我白天听了僧人的话, 今天就错杀母亲了, 他早早地就将银子给僧人送了去, 人在遇事时要懂得遏制自己的情绪, 心平气和地去处理, 做事不三思, 听凭失衡, 失去对情绪的操控, 只能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, 要度他人先度自己, 人的智慧不在别处, 就在自己心里, 如果总是想着别人那里有智慧, 是还没有真正懂得智慧的含义, 只有把自己的事做的事是明了, 才知道如何转播智慧, 我在面对众多出家之人曾发出感慨, 今见好心出家在家之众, 多事好高勿远, 不肯认真专修敬业, 总由素适善跟浅薄, 今生未遇通人, 大师痛切感慨之言发人警醒, 发心学佛者都是好人, 佛们有句老话, 学佛一年佛在跟前, 学佛二年佛在西天, 学佛三年佛化云烟, 智者修行不是走的形式, 而是挖掘自身内在的潜力, 一天西韵禅师刚刚踏入禅堂, 云游的僧众就围了过来, 希望可以得到开始, 西韵禅师问, 你们想得到什么, 还是赶紧离开吧, 说着他用手中的禅杖往外轰众人, 但是慕名而来的众僧却不肯离开, 西韵禅师只好坐下来说, 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配让人开始, 表面上看来你们在行脚修行, 看到有千人的禅愿就蜂拥而至, 听说某人已经开悟就赶过去, 希望得到开始, 但是这种行为只能被人讥笑, 你们根本就没有明白到底什么事参禅悟道, 当初我行脚时, 如果在荒野里能够遇到人, 也会跟他攀谈, 看他是否有所领悟, 你们如果真心向佛的话就要振作精神, 看僧众们一脸茫然, 禅师继续说道, 如果你们连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搞明白, 只知道一味学习别人的言语, 然后将听到的东西大肆宣扬, 说自己已经悟道, 难道这是真的悟道了吗? 你们不应该在我这里浪费时间, 更不要轻率从事, 空过了一生, 要不然只会让人讥笑, 如果你们明白我说的话, 那就赶紧离开这里, 智者之所以为智者, 并不是因为他们能从外界获得更多的智慧和经验, 而在于他们能够挖掘出自己的心智, 很多时候我们通常看到的是自己的努力, 盲目地去崇拜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, 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看清自己, 盲目地追寻不会让你前进, 只有肤浅的人才会如此, 人要看到别人的优点, 正是自己的缺点, 挖掘自身的潜力, 才是诚信笃行。